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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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边的老师 同学 朋友越来越注意到 婷婷的鼻血似乎流得有些过于频繁了 只是婷婷自己没有特别的感觉 她最大的感觉就是不流鼻血时 鼻子里总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堵住了似的 反而流过鼻血之后似乎还舒服些 那流完鼻血以后呢 就像一个东西这样子的时候 突然间会松了下来就很舒服那种感觉 流了鼻血之后反而会感觉到更舒服 这是一种多么奇怪的感觉 可是不管怎么样 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流鼻血 还是给婷婷带来了很多不便 这也成了她的一个独特的毛病 无论什么场合 似乎稍微一活动就会流鼻血 不得已为了减少流鼻血的次数 婷婷不去舞蹈室了 体育课也几乎不再参加 可即便是在生活中做了这样大的调整 平平的流鼻血特征也没有消失 就像现在在家里安安静静地看电视 鼻血也还是会突然光滑 就像别人上火了我可能会长痘 然后我说那我可能排泄的方式跟别人不一样 可能是以流鼻血来作为那一个 或者是头疼啊这种现象 俗话说就病成一 流鼻血的次数多了 婷婷也逐渐习惯了 和第一次的慌乱相比他已经淡定很多 还学会了各种应对方法 比如用手捏着鼻翼两侧 头尽量向前伸 或者用湿毛巾扶扶额头 总之五花八门的手段都能包住他快速止住鼻血 可是走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毕竟这些止血的手段都是治标不治本 渐渐的鼻子成了婷婷的重点保护对象 无论走到哪儿也无论有什么活动 婷婷都会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的鼻子 可是即使采用了严密的保护措施 只要一点活动 鼻血就会不经意地流下来 让她心烦不已 婷婷越来越不明白 为什么自己总是反复流鼻血呢 难道自己的鼻子结构跟人家的不一样 提到流鼻血的原因 人们首先会想到 会不会是空气太干燥 或者上火引起的 可是婷婷的家乡位于广西贺州 这里常年空气湿润 气候温和 而且这里家家户户 都有喝凉茶的习惯 如此看来 婷婷长流鼻血的原因 应该和环境饮食习惯 没有直接关系 那么会不会是婷婷的体质太弱 营养不足 看着她瘦弱的身体 爸爸最为担心 每次家人一起吃饭时 爸爸总是不停地给她夹菜 希望她多吃点肉 可这一次 鼻血竟然夸张地流到了饭碗里 白米饭上鲜红的血滴 让人看着触目惊心 当时那个血流到嘴巴里边 我抿了一下 怎么这么奇怪 是甜的 无意中尝到的鼻血味道 竟然是甜的 婷婷有些纳闷 在她的印象中 血液的味道应该是又咸又新的 可为什么自己流的鼻血 尝起来有些甜甜的味道 这些问题我都有跟朋友说 我说你们流个鼻血吗 然后我学弟就说 小时候有一次 鼻血流到嘴巴了 是比较心色的 心色心色 可是我说我鼻血是甜的 我学弟来说 有病吧 怎么可能有甜的血 血怎么会是甜的呢 当时我也觉得挺奇怪的 没有人相信 婷婷的鼻血是甜的 就连她自己也觉得无法解释 可这的的确确发生在她的身上 难道鼻血流的太多 自己的味觉都变了吗 为什么好端端的人会流出鼻血来呢 这是由于 衣腔构造很特殊 里面血管十分丰富 同时血管非常细非常薄 并且靠近鼻腔粘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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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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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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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婷婷的身体状态下滑 万般小心的情况下 又一次流了鼻血 尽管在护士精心照顾下顺利止血 但谁也不知道婷婷还能坚持多久 怎么办呢 医生们会有新的思路吗 那么她的治疗呢 治疗我们其中有一个最好 最关键的技术 我们把它解决了 就是炉内外的血管打桥 或者是叫血管重建 如果在炉内修血管重建 所谓的打桥 就是我这个桥坏了 不能再修了 那我什么呢 我在旁边再重新建立一个桥梁 把这桥废掉 这就是 那么血管就是这个血管坏了 我再从炉外 重新再接到脑脑的一个成型血管 我这个动脉瘤这段血管 你有动脉瘤也好 我就不用你了 那么这个病人就完全要恢复 如今心脏搭桥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 可是在脑袋里做血管搭桥 挺挺还是头一次听说 这种前所未闻的新鲜方式 能行得通吗 血管搭桥 我说什么是血管搭桥啊 然后张主任跟石教授就在那跟我解释了一通 就说 刚才只是说要取我手的静脉 然后呢把原先的那个血管给毙掉 再从脖子接到那个脑的那里边那个血管 然后我说 那我脑袋里边岂不是多了一根线 然后张主任他们接到那笑 你还看得了玩笑 这个时候婷婷还能开玩笑 看得出她的情绪稳定多了 可是医生们却丝毫也没有放松 按照计划 用来做桥的这根血管 最好是取自患者前臂上的一段脑动脉血管 可是看着病床上瘦弱的婷婷 在捏捏她细细的手臂 张主任发了愁 她担心婷婷手臂上的血管太细太短 无法满足颅内血管吻合的要求 在反复斟酌之后 张主任将目光锁定在婷婷的小腿大引颈脉上 这一次他们能成功吗 她妈寸步不离地守着婷婷 她知道婷婷一向爱美 可是为了即将放来的手术 婷婷必须剪掉这一头长发 妈妈送你四个字 相信医生相信自己 加油 盖着 相信医生相信自己 加油 她妈送给婷婷这十个字 给了她无比的信心 这个坚强的姑娘 头也不回地进了手术室 只留给家人一个背影 手术室 手术室外是家人紧张焦急的等候 手术室内等待医生们的也是一场验证 炉内动脉搭桥手术 是这个团队的首创 已经成功治愈近百历 复杂动脉瘤的患者 可是他们仍然不敢有一丝泄断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前进脑中的炸弹 能不能被顺利拆除呢 到目前为止 手术还是相当顺利的 因为她这个病人很年轻 她血管条件都要比老年人好得多 也要明显动脉阴化 所以手术效果我们觉得将来应该是比较好的 但是这个病人可能现在正在观炉 这些一些程序缝皮 可能还得有一个多小时 手术后婷婷恢复得很快 无内外动脉搭桥的巧妙手术 成功孤立了那颗脑动脉瘤 果然婷婷再也没有出现 类似流鼻血头疼的症状了 这个安静不下来的女汉子 刚一出院就迫不及待的去北京各地游玩 像我现在我还是像以前一样 做着女孩子都爱做的事 逛逛街啊 跑跑步啊 跳跳舞啊 或者是偶尔跟朋友聚聚会 去擦擦歌什么的 该干嘛就干嘛 还是跟正常人一样的 我觉得热爱生活就好了 享受生活就好了 毕竟经历了这些 我觉得更是应该享受生活吧 现在的婷婷早已开始了新的生活 以前她的梦想是能够站上舞台 而现在她改变了志向 经营一家药店 听听希望能够尽自己所能 去帮助有病后的人 经历过一次重生之后 她更加珍惜现在充实乐观的每一天 她也依旧是那个开朗自信的姑娘 中文旅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